这四个字已经搭上了二百多万,跟十年的时间,试问一下人有多少个二百万,多少个十年,多少个机会能让你重来。 我是来自一个四线城市的,爸爸妈妈都是普通职工,从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是小混混,不务正业,也没有念到大学就出来社会工作了。 刚出来社会的时候,整天跟朋友兄弟混游戏厅,酒吧,也不工作,每天还问家里人拿钱买烟吃饭,因为我是独子还是长孙,所以家里人都比较疼爱我,即便知道我不务正业,张口伸手拿钱,还是顺着我的。 每天睡到下午两三点就出去找朋友玩,不是游戏厅就是奶茶店,自然就在游戏厅里开始了我第一次赌博,从最初的五十,一百发展到最后的五百,一千,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已经欠上八千块。 当时真是觉得天文数字了,因为是四线城市的原因,普通工资在那时候都是1500到2000左右,我就等于输了别人六个月工资,也相当于我爸妈三个月的工资了。 那时我爸妈也没有帮我去还债,就直接不管我,可能因为几年都不务正业,他们也开始对我失望了,那年我才19岁,欠钱就肯定要还,父母不帮就唯有靠自己了, 找了一份工作,一千五百底薪,加上销售提成,每个月都能拿到两千三百左右。 我记得那年,吃了五个月福建饺子,一天两顿,每顿三块,就这样,五个月的时间把债务都还清了。 也没有再去游戏厅的心了,开始想赚钱,想过上能吃饭的日子了,然后工作了六个月之后,手头有两万块了,我辞职了,开始寻找一个更能赚钱的工作了。 还清了钱,心里的压力也没有了,手里也有钱。 然后每天去认识朋友的朋友,尝试去接触年龄比我大的人。 毕竟以前经常混外面,交际的能力也比较强,也许命运也眷顾了我,让我认识到人生第一个真真正正的老板。 我老板怎么说呢?他在我那个城市也算是个人物,认识的人多,生意也多,基本都有点关系,哪个行业都认识人,可能这样才算是个老板吧。 我也比较幸运跟到这样的老板工作,但是这个老板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工资,从一开头开始,就叫我跟着他出出入入,当司机,认识下他的朋友,他的生意。 熬过了三个月没有工资的日子了,他开始吩咐我去管理他的生意,底价给我,你能赚就赚,赚不了就怪自己了。 然后我那时的心都想拼命赚钱,就往死里干,从来都不觉得辛苦,找客户,谈生意,收获款,都得自己一个人全干。 就这样,拼命三郎地干了三年,我终于拥有人生第一个一百万,也买了车,然而我老板就给我更大的权力和管辖范围了。 老板开始慢慢地教我做人做事,应该说什么,应该干什么,怎么样去看一桩生意能不能成。 大家都谈起以前,然后我得知,他原来曾经也在澳门输了过百万,家里本来是好富裕的家庭,无奈现在只能干个小老板。 当时我已经忘记了游戏厅的教训了,毕竟手里有钱,每个月收入也不低,出去谈生意,人家因为我老板的原因也给我面子, 慢慢地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意,有属于自己的圈子人脉了,就这样干着干着又一个三年过去了。 现在的我已经少有成功了,有车,有房,也结婚了,心里自然是飘的,走路也带风的。 毕竟同年的同学,朋友,兄弟,没有一人混得比我好,富二代除外,有钱了,接触的人更多了,什么人都有。 命运眷顾了我三年又三年了,在一次水疗会中,我得知了我朋友在北京赛车那里赢了三十万,买车了,大金链子,劳力士了。 就是一个星期没见,我朋友可以夸张到这样的地步。 然后我在水疗会上,看到他拿着手机看看暗暗,就听到了支付宝到账三万元,我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心,那个渴望得到更多钱的心。 我就问他那个是什么,怎么天天都见你不用工作,就是玩完手机就天天两三万到账,他就告诫我,让我不要搞这个,但是我就是不听,追问了一个晚上,他教了我怎么玩,还帮我注册了账号密码。 我就立刻充值了三千块,可能不会玩吧,没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输没了,然后我就退出了网站,也没有去想这个东西了。 过了一个星期后,我又见到他,他就问我那天赚钱了吗?我就跟他说,骗人的,一下子就没了,他就告诉我,有烦你水吗? 我也不太懂,然后他帮我操作下,烦了七百多块水钱,然后我就把这七百用来玩,玩着玩着居然赢了八千多,扣了本金三千还有五千多。 然后请客大伙吃饭了,心里想如果每天都五千多,那加上我自己的收入,不就发财了? 然后我开始大胆地充值,下分,投注。 开头的两三个月,我都是盈利了,大概七八万左右,人更是飘到了天花板那么高,每天吃喝玩乐,就好像不用钱似的。 可能命运开始不眷顾我了,有一天,输了四万,上头了,买着开那买大开少,一晚就输了四万,然后就把存款都拿出来了。 十五万,经历了一个晚上的战斗,余额为零。 把盈利的吐出去,还把自己的钱也吐光了,但是还没有意识到错误。 早上把信用卡套光了,网贷借光了,但是结果还是一样,输光了。 就是这样,我就问朋友家人亲戚借钱,熬了一年,负债了四十万,还是不知道错误。 赌博了以后,老板的生意,我没有怎么去用心地打理,收入慢慢地下降。 我还不为意,开始套卡,套网贷才能度过日子,几个月后,车子也抵押了。 然而收入又下降了,负债又增加了,开始入不敷枝,我挣扎了半年后,房子卖了,大家都以为我把债还了吧。 可是我没有,房子的钱到了之后,我又开始拼搏了。 就这样,三天之内,余额又为零了。 房子没了,存款没了,能借的都借光了,收入又下降了,还是认识不到错误。 赌徒的借钱能力真的牛逼得很,在无限轮回的那最后的三年里,我已经破产了,还成功地把家里的人都拉下水里。 过程就不多说,有赢过大钱,有洗白过,有哭过,有自己打自己耳光过,通通都没任何作用。 赢钱是过程,洗白是结果。 我最疯狂的时候,真的什么钱都用去赌博。 现在已经家不成家,人不成人,还欠下了一百多万负债,今天我的卡里就剩下了二十六点一五元。 十年之间,就是赌博让我成为了这样。 本来小友成功变成了一无所有负债累累,我明白了好多的道理,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赌博里面可以捞到一点便宜,是一丁点便宜都不可能让你捞到。 不要以为每天打多小就收,输多小就停,别去想什么路子去搞庄家了。 在赌博里面,庄家就是boss,是一个永远都打不死的boss。 无论你现在还在玩,或者还在盈利,或者已经在负债的老哥们,不要再赌了,再赌下去,只有更惨,没有最惨。 只要不赌,勤奋地工作,所有的东西都会回来的,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经历过了好多的东西,只能奉劝看到这篇文章的《记得这四个字》,不赌为赢。 这四个字已经搭上了二百多万,跟十年的时间。 试问一下人有多小个二百万,多少个十年,多少个机会能让你重来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视频下方超级感谢,点赞订阅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